唐医生 有人在门口 放下了这封信 说了什么 是日本人 他们楼了地址 让你去找他们 给我看看 干吗 我听你去 报告 快 玉成 玉成 玉成停车 你看这个人 还真挺有种的 这儿会有危险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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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如果有他的消息 尽快通知我 爸 子爺怎么在家啊 他去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 一晚上没回来 一晚上都没回来 以前不回家 都快给我打个电话 可现在 会不会在阿锦呢 我给他打 我已经给打过了 阿锦说他不在 那会去哪儿啊 喂 讯不方找你的 喂 我是 什么 枪战 金语成怎么还不回来啊 你说日本人 会不会把离心机弄坏啊 多说无意 先做好自己的事 我真佩服你 还有心思弄数据 我比你更紧张 但是工作 能让我平静下来 阿锦 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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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语成 你怎么了这事语成 语成 唐义锦 明星机 你 西江路发生一起强战 现场留下两具尸体 都是大韩民国 临时政府的情报员 他们都是金语成的同伴 这小子够拼命地 赶紧日本人和平 希望他不要有事 伤得重吗 头部受了重伤 估计会昏迷一段时间 我去地下交通站问来 他们应该知道啊 紫妍在什么地方 好 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放心吧 紫妍应该没事的 好 是 你看 金老师 金老师 我是阿云啊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金老师 你快醒醒啊 你快起来 你还得教我弹钢琴呢 金老师 金老师 哦 哦 哦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用两个线人的性命 换来唐与锦对你的绝对信任 这一招丢足宝鞠 干得漂亮 刘子嫣这个隐患 暂时也消除了 我们现在要走的就是 等待第六五一一的门事 他都昏迷一整天了 怎么还不行啊 也许是脑部受创 引起的一世昏迷 小虎 你把血压剂帮我拿过来 好 阿锦 刘叔 您怎么来了 这不子嫣两天没回家了吧 电话也没有 我这心里放心不下 他会不会去朋友那儿吧 这次太反常了 连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 阿锦 爸 你也在这儿 我让你去找子嫣 你找了吗 找了 暂时还没有消息 你这个探长当的 自己的妹妹失踪了 就一点办法没有了 爸 咱们有什么事 回家再说 我找阿锦有点事 什么事不能当我面说 是关于叶震源的事 刘叔 那我们出去一起哦 想 太想了 刘昭霖 我等你很久了 怎么了 我刚刚去了趟复兴舍 前天晚上他们结获了日特电台的一条消息 看看 亚西比斯的蛇杖在西江路四号呀 请留意看守 亚西比斯 是古罗马神话当中的医疗之神 蛇杖 是离心机 那地下岛也有可能结获了这条消息 子言会不会去了那儿啊 是 子刚 你先到证所登陆 我马上过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照片上的这个人 你应该认识吧 胡侦探 他现在在哪里 我不太喜欢被人跟踪的感觉 所以我把他沉入黄埔江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是岗舱正兄的儿子 问于我父亲的死 你应该知道些什么吧 你父亲是被黑衣枪杀的 有那么简单吗 我知道你都要有防备 没关系 我会给你时间 不过我要提醒你 我父亲留下了一本日记 里面记录了你们当年的所有教育 如果这本日记流传出去的话 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有多不服从他 你想怎么样 别紧张 你是我父亲的朋友 我也想和你交流 没关系 那说吧 我该回去啊 那行 我送你 哎 那叔啊 子冈其实也不容易 他一直都在尽心尽力地做事 您就别老责怪他了 他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 你替我盯着点 别让他偷懒 我知道 去忙吧你 注意点身体 好 刘叔再见 好 走走走 走吗 先生 走吧 我爸走了吗 走了 那我们去找紫园吧 好 走 唐玉瑾 你走了实验怎么办啊 今天的处理数据和实验流程 我都写在记录本里了 交给你了 你让我一个人完成啊 你可以的 拜托了 那好吧 你们注意安全 好 走 走 让你找到 你让我快点 抓住 做赏 看样子有人咱们之前来过这 大姐 这是紫园的稿子 紫园真的来过 有人 站住 刘子言在哪儿 不知道 是 人在哪儿 你们杀了我母亲 现在又抓了我最在乎的人 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们周旋 说人在哪儿 我不知道 人在哪儿 我 我说 我说 他们在尽图中是回事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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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ά 呃 呃 你回来了 找到刘小姐了吗 还没有 实验进展得怎么样 数据今天完成了一半 估计再有三天 就能出最终结果了 辛苦了 我有点累了 先去睡会儿 等等 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奇怪 奇怪吗 人嘛总是会累的 你也早点休息 消息 更事 很久 NGOs 我们要 إن心留意 我可以去看 你们都是老公 冬山君 我刚刚得到消息 黄石岛的实验成功了 岛上一百多人 无一幸免 疫情发展至迅速 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 NDH1型真的这么厉害吗 怎么 你想看看吗 我很有兴趣 NDH1型的实验 小小的病军 竟然有这么大的杀伤力 这要是用在战场上 我们大日本皇军 必将是所向无敌啊 所以我要马上赶回岛上去 掌握第一手的资料 处理村民的遗体 我是上海巡母方探长刘子刚 我怀疑京都诸事会社走私药品 要例行搜查 对不起 中国人不可以进去 抱歉探长 我们的会社 属于日本领事馆分支机构 除非有日本领事许可 否则你无限搜查 如果我非要进去呢 我说过 中国人不可以进去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不让我进去 我就强制搜查 社长 刘子刚带着巡母房的人来闹事 他们是来找刘子言的 刘子言 就是关在密室里的那个女人 是她 你稍坐一下 我去去就来 好 您请便 说 刘子言在哪儿 刘子言在哪儿 社长 怎么办 通知领事馆 让他们派人过来 是 法人 走 上车 哪儿来的枪箱 好像是密室 去看看 是 怎么回事啊 刘探长 我现在怀疑京都诸事会社 走私药品 要例行搜查 京都诸事会社 是我们日本领事馆的 下属机构 你无钱进入 请你们马上离开 京都诸事会社 也是隶属于租界的商会 理应接受租界的管理 我们日本人的商会 你们中国人是管不了的 刘探长 我还是请你马上离开 如果你再不离开 我就会通报公共租界 副局董事会 撤销你的职语 是黑衣 是黑衣 并结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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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玉锦怎么这么久还没出来 他不用做实验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玉锦 你在吗 我进来了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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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怎么来了 你在干嘛呢 刘子言怎么回来了 这些公文包就是黑衣留下来的 这些资料全是日文我看不太懂 好像是有关医学实验的吧 但上面提到了黄石岛 你可以看看 阿宝好像就是从黄石岛回来的 你的意思是说 阿宝的病跟这个实验有关系 我听说日本人一直在秘密进行细菌实验 而且在哈尔滨 已经成立了一支731部队 专门进行各种细菌武器的研制 这是什么 别动 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研制的病菌 我拿去化验一下 你小心一点 看来黑衣真的不杀机 我们还是高估他了 你怎么谢我 我谢你什么 帮你撒谎啊 撒什么话 我知道你从房间溜出去了 你去我房间干嘛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你去了哪里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我会为你保守这个秘密的 唐医生 先把东西收好 我马上回来 好 唐医生 你快来呀 什么事啊 小伙 阿宝他 阿宝怎么了 ,他快不行了 快点 快点 你干什么 疯了你 杨医生 一定要坚持住 《零零五一一一会儿》 马上就会延着成功 你 吐医生 杨医生 干嘛 你出去 干吗 你出去 让我出去 帮帮 你出去 你出去 扛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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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姬 你干什么你 阿姬 我被传染了你知道吗 我要管我 这些 我有话要对你说 这些 你只不放心 你虽然什么都会 但就是不会照顾自己 你总是忙着工作 忙着转接 你这样会把自己累挂 我让你担心我 我没事 我最担心 我最担心的是 我走了 不能有人 照顾你和阿姬 你不许瞎说 只要有我在你就不会有事 你不许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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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跟你说 思颜姐 是个好女人 我很喜欢她 在一起很合适 你不许瞎 你别再让她生气了 她是喜欢你的 阿姬 我不想听你在这儿说这些 以后我们相处的时间 还很长 我们还有很多话可以说 我还有些话想跟你说 还有一句 可是我现在不想听 阿姬 我现在不想听等你好了以后再说行吗 这句话 我藏在心里很久了 我话我现在不说 以后 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 可能 行 我听着 我听着你说 说 阿姬 真是 我 我一直 多 心 我听着 我听着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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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姬叫什么 阿姬 你叫什么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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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阿'D 阿姬 阿姬 阿姗 阿姗 阿姬 阿姬 不是快研究好了吗 本来需要三天的时间 如果我跟唐玉京努力一下 或许一天就够了 那愣着干吗 你快去啊 可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抗生素研制成功之后 我们还要进行临床实验 研究使用的剂量 还有潜在的副作用 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找不到一个可以直接实验的对象 如果我们在阿宝身上 使用D6511的话 很可能给它带来很大的危害 甚至 直接导致死亡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还有一个办法 除非有人自愿接受感染 代替阿宝进行药理实验 阿宝呢 阿宝呢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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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玉京 唐玉京 你干什么 唐玉京 你在干什么 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病是有潜伏期的 还有时间 阿宝你疯了 你不是总是说我是一个颠三倒四的人吗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可我不是一直从来没出过事吗 这次也不会有事 不用担心 我怎么可能不担心你啊 你知道你做这样的事多不负责任吗 相信我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阿宝 你在拿自己生病开玩笑你知道吗 你也出去吧 我不 不要留下来跟你做事业 我不想你被传染了 我不出去 出去 不 唐玉京 你不能一个人 不能一个人在这儿 这儿太危险了 疼玉京 哥 你放开我 你在这儿疼玉京 你不能一个人在这儿 阿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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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锦把那儿打开好不好 疼玉京 疼玉京 叶振元还没走 是 我调查过了 叶振元住在浦东报家邦 叶莎莎一直住在铜峰堂诊所 他们在搞什么鬼 对了 站长 还有一件事值得怀疑 刘队长来过了 他拿走了一份日本人的电报 什么内容 我还没来得及看 就被他拿走了 你马上去诊所 监视他们的行动 是 这是 太招呼了 又是 那儿 还没来 好 一遍 那儿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